媒体报导都说你为了这个拨款而 跳船而辩解 我不知道 因为这个拨款的话 其实你被很多人谴责说 当你在公正党的旗帜下竞选的时候 你应该知道说 反对党议员就是没有拨款的 那么你是不是为了拨款而跳船 我根本不是为那个拨款 为什么 人名是吗 他才很支持做事的所谓说议员 我2013年到2018年我不是议员 我都不怕没有拨款 可是我做很多活动 因为都会有人支持的 所以对我来说不是拨款 拨款这些东西 它是什么 如果真正的政府拨款是350万罢了 那个能够做什么东西 就是拨个人 学校这些庙这样罢了吗 就是OG 如果是建设性的 也不能够做现实的 就是修补那些东西 这是200万罢了吗 大多数是捐给学校 庙那些都很难被批的 所以这东西的话 如果你从真正搞政治的从选民的角度来看的话 没有加分的 所以对我说他根本不是在我考量中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 包裁是我是为了这个 不过我知道Larry Song他自己讲他是因为这个 我从来没有讲 讲到这个Larry Song这个孙伟萱 其实你之前知道他要跳槽过来的吗 还是你也是在2月28号当天的时候你才知道 没有我就是那个新闻爆出来我知道 不过我不惊讶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史莱登那个政变的时候是吗 他的父亲他都剩 一直都是跟安华在一起的 当安华是说 敲定了不能够做首相的时候是吗 他第二天就跑去了姆怡丁那边 一直到现在嘛 所以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父亲一直在国门 他儿子在这里又受到重用 而我这个呢 从来没有过去 忠心耿耿的就在撇在一边 我一直在怀疑 为什么他有这样特别的身份 然后我就想说 我有一点不平衡的就是 其他的好像 Willie Morgan那些过去 他们就挖到个沟里 为什么Juga过去 没有人挖的 反而Larry Song说 你们要体谅他 因为在沙拉叶没有拨款 是不能够生存的 这样每个就静静的 明白明白 就好像是说公正党可以允许是说 你是因为拨款过去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Larry Song他讲出来 所以其实你跟Larry Song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 之前也不晓得说 不过我不怪 因为他12月他说要辞职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怀疑 因为我不是在党中央领袖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 我只能看这个 用这些所谓是说信息 来去所谓说猜测 那是我12月我猜测 其实那天那时候 第一次见他就是要签那个SD的时候 我问他其实你12月就是要过来的事吗 都是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做这一个转态的立场呢 从安华转向知识 慕尤丁这种想法在你的心里酝酿了多久 酝酿了多久 其实我一直都是在 就好像我在我的帖里讲的 一直来自是跟这些部长有接触 因为是民生问题还是问题 那么过后都会有闲谈 就是都会有邀请 我都会拒绝拒绝拒绝 一直这从去年就开始 都有的Lulucid是蛮长的时间的 都会一直在拒绝拒绝 知道吗 就是最近的几个月就会比较多 因为那个我们是说疫情比较严重 就影响了很多中小型工业 就很多商人就是叫古年田 叫我跟我所谓是投诉这些东西 那么我就有一些 他们就说有些商机的话 可能就是说是不好的 就去带去见某某部长 过后就是这样的情况就又闲谈 闲谈的话就是又是同样东西 你过来 我说我没有兴趣 过来只是我说哪一个管子 你想的你头脑一定是管子的 我说我这管子没关系 我是说就像现在要帮人民 我说你可以担保我 就是我在西蒙的22个月的时候 我的那个痛苦 我很怕他再重复 我说什么痛苦呢 我有问题 所以我要叫见部长 我安排6个月我安排不到 有些部长安排到了给我5分钟 我说这样的话我怎样代表名声 所以他说我们会所谓说担保 你是说你可以有这个机会见所有的部长 我说我不要只听你讲 我要听首相讲 你讲的那个你是国盟内的部长的人 告诉你 是一个部长告诉你 还是两三个部长告诉你 这个是一两个部长告诉我 可是我说我不要听你了 你方面透露他们的名字吗 OK 其中一个是Hamsa Di Nudin 一个是朱莱达 因为我接触问题都是因为Covid OK 朱莱达是因为一个关于他们防 的问题了 因为Hamsa的就很多接触的就是因为 这个 产力政部了 产力政部要申请出国 国外的他们的什么父亲 或者岳父死了他们回来 可是有一个外国籍的太太 Immigration 移民局那些 要回来了要申请的东西 又很急了 所以要求我这个东西 所以就这样时常接触了 OK 那么 我说我要做的东西 我是说 如果我要做的是几个问题 可是现在的疫情 我说很多是中小型商业是很苦 你知道吗 所以我要做我要帮他们 我说你愿意吗 这东西的话 你有什么意见 这样我要给一些意见 所以要讲到 哇 这样你的意见很好 这样你需要 我要需要带你去捡首相 知道吗 这样 Muhidin对你的这个要求是什么 你觉得说 Muhidin为什么需要你的这个支持 假设把你放在Muhidin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对他的这个value added在哪里 当然是说对他来者是说他多了一票 对吗 可是我要让大家知道的话 我支持他 我随时都可以退出的 因为我是没有 我不怕他采取行动的 因为我是没有案底 我什么都没有 我也没有拿他的钱 我怕什么 你没有痛脚给他抓了 我面前什么都没有 我很坦然的 我怕什么 所以我也告诉他 没有亲自告诉他 我是告诉了这些几个部长在场的那天 那天有多少个部长在场 就是你建母业定的时候 建母业定谈的东西就是主来大 OK 不过过后的时候 就是签那个support他的那个SD的时候 就打个邮件咯 Hamsa在邮件咯 还有就是主来大咯 还有Azmin Ali 还有Sifuddin Abdullah咯 知道吗 过后我还重申的 我故意的 不是故意 我要确定 OK 我说单税 我支持你 是因为你们 我说你们了 答应我 我有这个平台了 OK 所以过后的时候 他们首相署的video录音 我还是强调这一点的 知道吗 我也告诉他 我要做些什么东西 大体上要做些什么东西 知道吗 让我知道 六个月我能够做什么东西 如果更长一点 我能够做什么东西 这个就在我第二个的那个media statement 我们就试驚 我去看看 我可以试驚 我去看看